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曹军的埋伏 等陈氏冲出埋伏圈时 身边仅剩下四百亿人 见闯了大火 四名将领当机来到诸葛亮的营帐中赴京请问 诸葛亮见到四人 当机问道 到底是谁中了埋伏 魏延立即抢杂 使陈氏不听丞下军令 擅自出兵 中了曹军埋伏 这才大败而归 陈氏听到魏延的话 当即不满道 是魏延将军命令我出兵的 诸葛亮没听陈氏的话 而是不满道 是魏延将军带兵来救的你 你现在竟然要说他的不是 如今你即为军令 不必再狡辩了 他不再听陈氏的话 当即命左右将陈氏斩首了 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从陈氏这个人的履历来看 他是一个谨遵军纪的将领 因此他不听军令 擅自出战的可能性比较低 而魏延却是出了名的不服管教 爱出骑兵 因此这事是魏延主导的可能性比较大 诸葛亮为什么那么做呢 是真的被魏延迷惑了吗 肯定不是 诸葛亮神机妙算 怎会不明白魏延和陈氏的为人 但他仍然将错 就错 主要也是因为属中无大将 丞相心里苦 没办法 只好留着魏延 此外 杀了陈氏 魏延也心知 这是诸葛亮故作糊涂 杀依景感 让魏延知道 自己欠了诸葛亮一个人情 也好日后约束 以上就是诸葛亮不杀魏延的原因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